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赌报 我是Jennifer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12月7日最新发布的消息 美国再次针对14名中共官员实施制裁 14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部榜上有名 根据美方制裁措施 受制裁人士与其持续亲属未来将禁止入境美国 他们在美国或由美国他人持有或控制的资产都将遭到冻结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内容 14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均为副国籍 根据名单 被制裁人士包括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 陈竹 吉炳轩 王晨 张春贤等人 这其中多位高官是习近平的亲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日透过声明表示 北京不断破坏香港民主程序 导致香港依法会名存实亡 沦为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反对派势力的橡皮图章 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为就是破坏行径之一 蓬佩奥表示 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因为这类无耻行径负责的人士进行纠责 制裁涉入制定 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副委员长 今天措施彰显出美方会持续与盟友伙伴合作 就北京损害香港资质的行为进行纠责 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 美国对中港官员已实施两轮制裁 曾有消息说 最新这波制裁对象可能包含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和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有分析指出 尽管最新名单中没有栗战书和韩正 但这次14名中共副国级高官齐刷刷上榜 标志着美国对中共的制裁进一步升级 正国级中共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出现在制裁名单 或许只是早晚的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在乔治亚州集会上发言说 他们操纵了大选 但是我们仍然会赢得大选胜利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次大选舞弊 现在只需要勇敢的人站出来 履行他们的职责 我们绝不退缩 绝不放弃 排干华盛顿沼泽 重长美国的命运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周日 两位美国法律界重量级人物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 先后发表了自己对美国大选法律上的看法 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弹劾案的前检察官斯塔尔说 州立法会和最高法院将决定选举结果 各州立法会已经看到很多舞弊证据 而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艾伦·德肖维兹认为 最高法会以5比4废除所有选举日晚上8点以后收到的选票 德肖维兹曾参与麦克泰森 阿桑奇 辛普森沙西案 川普总统弹劾案等众多大案 同样在周日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 要求宾州州政府最晚在8日早上9点回应凯利等人的诉求 将期限提前了一天 有分析指出 这是美最高法院全面介入大选争议的信号 一般情况下 12月8日是美国总统大选避风港日 指的是所有有关选举的争议都要在这一天终结 以便各州政府能在14日前选出选举人团 而美联邦最高法院这次裁定将截止日期提前到安全港日当天 似乎暗示最高法院考量是否要在避风港日结束前下紧急命令 此外 作为川普法律团队的最重要人物 朱利安尼确诊新关注院后 一直收到舆论密切关注 12月6日晚间 朱利安尼亲自发布了推文 她说 感谢所有我的朋友和我的追随者的祈祷和祝福 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我感觉很好 正在快速恢复中并跟上了一切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6日表示 美国大选是否将有一个拜登政府仍有待确定 他表示 在正式宣布赢家之前 大选舞弊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据报道 拉特克里夫周日在接受福克斯节目采访时说 川普法律团队所提出的大选欺诈问题必须在法庭上被审理 这些选举问题将会使人看清谁在哪个位置上 以及是否将会有一个拜登政府 据美媒极限新闻报道 拉特克里夫现场表示 美国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前 从未大规模采用邮寄投票 也引用数据 表示将近73%的选民在大选日之前就投票了 而这些提早投票的人 很大一部分是使用邮寄投票 相较以往 邮寄投票的比例几乎增加了80% 所以现在大选结果出现争议 也不用太惊讶 拉特克里夫同时提到了 本次大选爆出来的种种可疑案例 如有务专员声称 自己从纽约州运了20万张选票到宾州 又如出现了数以万计 没有折痕 磨编的邮寄选票 或如日才爆出的乔治亚州金氏器 记录到有人深夜拉出几箱选票继续开票 拉特克里夫认为 这些事件都有必要深入调查 这些都是需要调查的选举舞弊问题 而且有很多 这并非只是一个人或一组人的问题 是在全美范围内发生的问题 拉特克里夫还表示 这个国家有很多人认为 选票并未被公正记录 选举过程在州一级和地方一级 并未得到公平管理 而他们理应得到一个交代 另外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在时日审查辉瑞新冠疫苗 若通过即可施打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又日上福克斯新闻节目访问 澄清已制定疫苗施打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主播人华莱士在节目中两度纠正要叫拜登总统当选人 但阿扎尔并不理睬 坚称拜登是前副总统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就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马上就要审查辉瑞疫苗是否通过 拜登日前表示 关于如何把疫苗取出 施打到人们手臂的过程 自己尚未看到任何详细的规划 对此 阿扎尔在节目否认 他表示政府已与各地医疗机构 药局合作 备好针头 注射器和稀释剂等用品 他并承诺 一旦FDA通过审查 疫苗24小时内可运往各地 几个小时内可开始施打 美国大选大量舞弊证据曝光 内幕令人震惊 近日 美国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又是表示 这场美国大选舞弊是一场高度协调 资金雄厚的行动 他还爆料说 自己已经收到了选票被销毁的证据 他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大包 被碎纸剂切碎的选票 鲍威尔近日接受美媒极限新闻采访时表示 在乔治亚州 Domingo投票系统 有大量把川普选票转给拜登的证据 他们企图尽快地清除并销毁证据 鲍威尔指出 这些人进行了您能想到的各种形式的欺诈 这一场欺诈高度协调 资金雄厚 现在他们有25名律师与我们对抗 据鲍威尔披露 自己现在办公室里就有一大袋切碎的选票 还有更多被送过来 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里是什么秘密 美国人民不允许我们总统被欺诈性的选举机制击败 鲍威尔还表示 我们拿到了大量的证据 乔州州务卿拉芬斯珀格先生就是在撒谎而已 应该对他及其负秘书的财务状况进行刑事调查 因为他们在乔治亚州不需要投票新系统的时候 突然订了金额为1.7亿美元购买Dominion的合同 美国的失业率近半年来降至各位数 白宫经济顾问摩尔称 这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快从大萧条中复苏的一次 然而这个成就被媒体忽视 美国总统川普如今也还试图以法律途径寻求连任 综合报道 美国的失业率在五六个月以来从13%降到6.7% 川普经济顾问摩尔认为 这大概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快从大萧条中复苏的一次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则指出 出现失业率最大降幅的是非裔 拉丁裔 亚裔等美国的少数族群 库德洛补充 许多经济专家原先预期 失业率降到各位数是明年才会发生的事 而在新冠疫情猖獗的背景下 政府能达到如今的经济成就很了不得 若振兴方案和新冠疫苗全面铺展开来 经济复苏的势头会更强劲 而民主党执政的兰州实施封城 反而扼杀了这股复苏的势头 库德洛同时指出 事实就在眼前 但反川普的媒体仍选择新报道 不愿正视这些经济成绩 摩尔认为 如果明天才是总统大选 川普可以轻松连任 关于疫苗 库德洛预期疫苗在12月中旬便可推出 而摩尔则补充 由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因素 美国可能要比英国晚些时候才能铺开疫苗 但无论如何 成功推出疫苗除了要归功于川普政府的神速行动 美国的自由企业经济体系同样功不可没 中国医药集团等中国生技企业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存在隐忧的情况下 仍以紧急使用为由替百万人接种 如今传出47名隐私打过的疫苗中国工人 在非洲乌干达集体染疫的消息 形同戳破中共疫苗有效性的谎言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驻乌干达大使馆网站5日发布公告称 乌干达一家印度企业发生新冠聚集性感染 导致在该企业务工的47名中国公民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使馆提醒旅屋桥社乔包和在屋中资机构务必高度重视 应有为戒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严防聚集性感染 大使馆还称 病毒样本呈阳性的中国务工人员 其中少数人出现发热 咳嗽 乏力等腹泻症状 其余人员目前均为无症状感染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中共官方之前的公告 从6月起 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在出国人员中开始接种 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境外派出的务工人员 目前接种后 离境人员超过5.6万人 境外务工人员是新冠疫苗的主要接种人群 在乌干达的务工人员 理应是接种过疫苗的群体 国药集团董事长刘靖珍此前收访时曾宣称 中国国产的疫苗预计今年年底上市 一剂只要人民币数百元 若施打两剂 保护力将达百分之百 而这次47名中国工人在乌干达集体中标事件 无疑撕破了中共官方的又一个谎言 近期 美国辉瑞和莫德纳等药厂研发的新冠疫苗 最近也纷纷传出解报 让同样积极研发疫苗的北京很不知滋味 目前 中国有5款新冠疫苗也进入第三期人体临床试验 而为了抢回国际声量 中共从官方外交部 疾控中心 到专家钟南山等人 以及多家媒体 近日开始同步密集替中共疫苗造势 大赞中共的疫苗一样很有效 另一方面 尽管中国生计业者宣称 根据紧急使用规定 进行的大范围接种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 但专家指出 中共5月以后极少量的新冠感染案例 和缺乏接种者的全部数据 无法支持这一结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